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来七地,中街 七地十七三公里的地方找了个农家大业 它现在是做了养殖,也可以做农家乐的 这院子里面是有大棚 全院就有2000平 房子一层有90平 二层的面积大一点 加起来有200平 房子的卧室有6间 刚好有两个亭 有卫生间,洗澡间 还有个全院,全院有70平 加起来的房子,院子,全院后院 站里面就有2000多平 到十七呢有34公里 到住居的集市有3公里 旁边是国道 旁边的国道是开通的公交车 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大棚下面呢就是泥塘的 上面是养的一些鸭子 它也是搞养殖的嘛 它是办了合法的手机 给养殖 房子呢放很多时候是也可以救人 做养殖 或者做农家乐都可以 因为地理失去近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套院子呢 是独门独厌的 院子里面种了花,种了果树 房子呢就是果树跟树林 前面呢就是稻田 这是村子里面 刚好我们在后门呢 那后门拍进去的话 采光会比较好一点 门口是种了一些蔬菜啊 是配菜之类的 这里是水管也是新街的 现在我们在后院 后院这边是种了果树 这一切呢是有70平左右 上面是做了这个铁皮房 这个房子里面它是养殖啊 做了一个复旦恒温的一个养殖房 这边有条花台过来呢 这边是卫生间 墩坑的 也是冲水 进房间 这是房东 这是客厅的 那边是洗澡间 厨房 然后这边呢是有三个 房东在这边弄这个离毫 帮家加工呢 加工是4块钱一公斤 还有一天可以 在自己家里面干点活 也可以挣100块的 看看厨房呢 厨房是这样的 这边呢是洗澡间 也可以做一个卫生间 楼梯下面也是空的 这边也可以做卫生间 加个卫生间呢 我房子出来呢 这边是燕子 这边一间呢 也可以做厨房 或者卫生间 洗澡间也行 可能燕子呢 这边加起来就2000多瓶 特别大 阿盛出来 这边是厅 左边也是卧室 有一张床 下面是瓷砖的 也有一柜桌子 房东他建了新房 还没搬过去 他要有人坐的话 这两天他也可以搬走了 这边采光就好一点 房子是坐下向东的 也有床 这边过来就是一个客厅 长长的 看一下底 这边呢 他这是一个书房 放了一个电脑在这里 采光很好 这个房东他现在有床 有柜子在这里 他有些东西他还搬走 有些东西呢 他留在里面 看一下这一间 这间就大一点 也是一大个衣柜 床铺啊这些 阳台除了 他这边搭了点小房子 一周呢 他是种了些菜 这边他搞了一个小个遗址 养了一些小姨在里面 这种菜种的还蛮好的 楼底是有太阳能的 正常的可以用 这边也是一间小房子 眼出呢 就是荷花 种了倒铁 眼出也一只塘 他们新农村是在那边 基里逐渐呢 就有三公里左右 那边呢 这是水箱 方向呢 这个国道 现在开通了公交车 从这边出气呢 就一两百米 就可以坐公交车 到市起 到市起开车呢 可能就十分钟都不到 就可以到市起 前面呢 就是车可以开进来 是那个电动的卷链门 在上面可以看到院子里面 我们现在看看下面吧 这边就是正门 卷链门的 车可以开进来 货车也可以 然后这里面 它现在是养了些鹅在里面 七里的小点围墙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这边是侧门 打开了 它里面养了鹅的话 养得好 我们家都会来村上吃 它主要是养了下蛋 这个是棚子 一共有三个 棚子下面现在是宜堂 可以看得到 下面是宜堂 这边呢 也是养殖棚 这边是养了些鹅 然后这里呢 它就是 种了点菜在里面 种菜在大棚里面 每年可以多种几次菜呢 侧面出来 这边是水塘 它这一圈呢 是自己它家的 它是用这个网围起来 也是池塘之类的 看看 这一圈下来 它现在是种的一些菜 种的一些 蚕豆 牛菜花在里面 从这个网出去呢 就是另外邻居家的 要租的话 也可以租邻居家 也行 不够用 租它家自己呢 也可以用的 这个旁边大棚出去 还有一道后门出来 这边也是可以当菜地 它这边是做了一个排水棋 因为它里面 四周都是农田的 所以种莲藕的兜 它这边可以做到排水 这一圈下来呢 它是鹅啊 鸭子啊 可以在这个里面跑 这一圈呢 现在看到这个也是它家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院子呢 确实够大 两个月之前就找到 跟房东一直在谈家 最终谈到14000年 它少了就不想租了 因为它自己一年养殖 也可以挣个两三万 它是也没有经验 如果把这个地方弄得好的话 弄得真专业那种 哪怕做个农家乐 挨的士气又进 这个地方呢 也能赚到钱 它租的话可以租个 10年15年 每5年涨10%的租金 它说20年太长了 它以后有变动 它说如果拆迁的话 就不小心搬掉了 因为它们这拆迁 是没有拆迁费的 没有赔偿费 所以房子呢 就是这样 好了 大家接着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南其境 租街 基地区期五公里的地方 找到它农家小宴 是独门独院的 后面这个宴子 看来是红砖 外观一般 但是房子里面 种了很多花草 房东说可以 加成加季 拎包入住 里面有卫生间 洗澡间 是阿森的小楼 这个地方呢 基地区街的集市 赶集 起快递 买菜 或者是菜市场 有两公里左右 坐公交租 是一公里多一点 旁边有一个大公园 环境比较好 虽然这栋房子呢 是红砖 但是房子里面 它整体的弄好了 房东说是 这两天有人住呢 它就开始加加季 把房子里面 重新刷下白 院子呢 有六七十坪 后面一块菜地 有个二十坪左右 院子跟菜地 种了些花 种了些果树呢 房子后面 这边是竹林 竹林初期呢 下面一条小河 看到外观就 但是里面还可以 前两天刚找到的时候 房子很多杂物 收了几天 刚好收掉了 竟然是一大个厅 这个厅呢 有个四五十坪 下面是大类石的地板 房子是做过防盗的 这边呢 就是一厨房 厨柜 这些都有的 水管也有 有的是淋水 这边进来呢 是一个卧室 老年人可以住这一间呢 也很安静 那个墙面一点花黄 防盗的时候 它也开始刮白 刮白 重新修上了 好 这里就是到后叶 上楼 往这边 这里也是一个卧室 下面是瓷砖的 上面都是没有漏椅 水电正常的铜 这间呢 房东的时候 它也对杂物 要么它搬到旁边也可以 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这个卫生间呢 就超级大 有个泡澡的液缸 一个马桶放在那里 马桶下面是不能用 这边洗手池 梳妆镜这里的 这个铁门呢 是两道 一道防网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后院 后院呢 它是六七十坪 它种了花 种了草 然后它一年种这个棘子 用贝罗都背不完的 它现在种了很多花草 在里面 你看 现在还有兰花开呢 上面也有花 一年四季 在这个燕子里面 都可以看到花开了 租街哪里 租街 租街 对 这边呢 是一个小房子 也可以做一个 卫生间洗澡房 但是现在它堆了些东西 在里面 很多柴呀 花盆在这里 放个杂物一样的使用 燕子里面 下面是有排水系统的 就可以排到后面 河里面 后门出来看看这里 这里就20坪左右 出去呢 就是稻田水田 之类的 这是竹林 这一片呢 也可以用 房东也不重啊 反正有人住的话 这边也可以 它燕子里面 是接着水管之后 水管就可以拉到燕子 任何地方可以浇花 浇菜 看看上面就是中 中间是楼梯 也没是住房 窗户很大的 现在我们上二楼 它一层的面积 有100多平 二层也200平左右 上楼梯 针对着要争取一个亭 是推拉门的 我右手边看过来 这边采光比较好一点 就是一个卧室 差不多有200平左右 窗户都很大 很透亮 好 针对面这一间呢 也是一个卧室 卧室就大一点 长型的 看那边 两边卧室看完了 现在进来就是一大厅 大厅下面的是 窗户做过防盗 这大厅是长型的 有些柜子 桌子 还有一些高低床在这里 这一小间 是对着下面厨房那间 面积一样大的 放杂物的 这边还有一个麻将桌在这里 这一间呢 就是有衣柜 下面是瓷砖的 有一点床 房子说是有人租的话 它开始刷白 然后房子那面 它还加上床 简单的佳计 这里面可以用的 现在阳台打开 上面呢 这边一道侧门 侧门是房东 是对着他家新房子 它是常年不住在里面 房子也空着 它很少回来的 然后这个小房子 上面是有太阳能的 在这里 可以用 看看这边 这边下面就是燕子里面 后面就是菜地 远处的是田边 再广过去那边 就是期间的时期 这边就是新农村 你看家家户户这个房子 建得非常好 远处那就是南畔江 可能就几百米 这栋房子下面有三个卧室 一个厅 一个卫生间 上面有一个厅 有三个卧室 还有一间小储物房 房东说这个阳台的话 如果带着小孩的话 就不可以用 如果不带着小孩的话 正常也可以用 可以晾一下衣服 晒个东西 但是在这个燕子里面 可以晾衣服 晒东西 采光很好 燕子里面挣了很多花草 种了一些狗树 环境比较好 后面也在菜地使用 房东说是他有人租的话 一万一年他就开始刷白 加简单的家计 床啊 桌子 板凳在里面 也可以做到简单的拎包肉组 但是如果不拆圈的话 一直可以住这 五年十年的话 长期都可以 我现在迎南七景 周街 今天在农村 一家一套农村小别墅 那个别墅 有个小院子 门前也停在场 再快菜地可以食用 房子占地面积呢 130平 房间呢挺多 卧室就有九个 然后厅也挺多了 每一层都有卫生间 洗澡间 然后一厨房也是分开 带一点家计 起快递呢 到朱街的街上三公里 初期几百米就可以坐公交车 到市起 远前这个房子呢 看到这个方方正正的 门前呢 有几棵果树 有枇杷树 果树的周龙五六种 刚刚这里呢 是有垃圾分立的 这里呢 就是有监控 监控是对着这个门口 这个房子呢 是独门独宴 旁边是没有挨着铃脊 挨着铃脊 都是挨了几十米的 看这个石角下的也蛮高 城市白色的 中间一个小燕子 小燕子有三十匹 一道铁门 这一天呢 都是房东架的 你看这个是一大棵枇杷树 长得好多枇杷 冬天也有枇杷 这个里面是种了五六种 四五种构树啊 有一些风景树 一些花草在这里面 从那边演出呢 房东有一块菜地 他说他去干活的时候 如果不回来呢 就可以给租客用 如果他回来不干活了 他就可以回来自己种菜地 但是他旁边 你看门口这些都是菜地 他要跟邻居间协商 出个阿三百块 作为大块菜地也可以用 在门口 这边铁门进来 铁的门是三道呢 车也可以开进去 看看院子 院子这边呢 是种了一些花草 一些果树在里面 那边是堆的一些木头 这个院子有三十道皮 看看上面 那边是阳光房 这边是卧室 都有防荡窗 从进门的院子的左手边 这边厨房是分开的 这边厨房呢 上面是有一点吊底 然后窗户采光 一件桌子 这边可以做一个餐厅呢 往这边过来就是厨房 看看 储柜啊 这些油烟机都可以正常用 这些 做饭就是用电磁笼 跟燃气灶 厨房进来有道门 这边是敦坑的 卫生间也蛮大的 上面也有一把太阳灯 这边是洗手吃镜子之类的 房子进来呢 感觉很清爽的 从这边出来呢 就是到烟子里面 看看烟子 三十道瓶 房东说是要用了它就留着 不用了它收走 从这边进来就是一大个客厅 客厅下面是水磨砂的地板 然后这边有点沙发桌子 上面都是有吊锅顶的 从这边呢就是上楼梯 这个房间呢 两边都是一样大 这边有两个卧室 下面也是水磨砂的地板 它放那些锄头啊 干笼和那些东西在里面 从这边楼梯下面是一个堆杂物 它堆了一些煤在这里 这一间呢就是水泥的地板 也有石头瓶 楼梯上来 左手边 这个是木头的地板 这是木地板 在窗子这边也有个窗点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的地 空定 房子还算是清爽的 也有衣柜 上面顶是这样的 从这边上三楼 直直的过来 这一间呢也是可以做一个卧室 可以做一个厅 银南这边呢 紫外线比较强 冬天啊 哪怕是一年四季 在这边可以晾衣服 上面有晾衣架 那边有水管 可以放个洗衣机 也有插座的 这边是阳光房 可以晒衣服 在镜头里面显得房子窄 但是到现场看呢 反而觉得宽一点 这边有些衣柜 柜子 从这边进来呢 这是有马桶 这边是洗澡间 卫生间呢 就是这样 房间特别多啊 哪怕是住两家人的住在下 这个房子 往这边过来 这道门进来 就是一大个厅 这窗户 看到下面就是燕子 门前 然后去看看这边 是一个厅 30道坪 房东说时间长没住人 那边有点墙壁 有点脱落 到这时候有人租 他会把这些钱不修缮 修复好的 这边卧室有三个 看这边也是长长的 可以做一大个卧室 在这边也可以晾衣服 在这个上面 可以养点花草 就是这样的 也有柜子 房东说他那个衣柜 在新房子里面 他有一些夹子 可以搬到这个房子里面 有人用的话也可以租 这边呢 就是也是木的房 然后进来就是一米二的床 窗户后面都有栏杆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地 当然这边有块地是铃铛 但是有人种的话 他也可以商量 谈下来也可以租的 也可以用 这边是一大个衣柜 箱在墙上的 这衣柜也是年代比较久 看里面的柜子是一节一节的 往这边看过来 这边过来呢 又是一个 也是个木的板 一小个柜子 电视 然后这个房间小一点 这边也可以改个卧室 改个五个卧室都可以 现在我们上楼上 在二层 卧室多一点 一层的只有三个卧室 然后上到三层 这边是杂物房 也可以对杂物 也可以改一个卧室 好 现在上楼顶 楼顶这个阳台就非常大 从右手边过来 这边呢 是房东自己的养鸡房 也先养了些鸡 这边一间小房子呢 它还是鸽子房 也先他先养了些鸽子 我们门口出来 你看那个琵琶 还是结的蛮多的 下面停车 停三个车 果树这一圈呢 全部是种了些果树 花草 现在冬天嘛 看不到什么 到结水果的时候 那个季节就果树很多 它这个琵琶结得非常漂亮 被它修了一下枝 在演出可以看到高楼大厦 迄近的时期 到时期很近的 这边是国道 门口这些水田稻田 种了些荷花 现在是种了些藕 刨掉了 到明年七八月份 荷花一开很漂亮 门口这边可以拉网线 这边是燕子里面 阳光房是玻璃的 这个阳台超级大 看看 130多瓶 这边还有个小房子站着 不然这个显得更大 看看周边吧 周边环境 房子是独门独宴 没有挨着灵机 旁边是一大棵树 树后面这边一块菜地 是灵机家的 那边是树立家人 这个新农村是在那边 他们建的新农村 所以那边也是树立家人 这个前面这边也是树立家人 我都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可以看到市区就很近 到市区生活也方便 大家好 我是阿海 现在云南七进租街 今天在农村找到这种三层的房子 房子环境位置是比较好 旁边就是一条大河 南盘江 锤也比较清澈 距离七进的市区有五公里左右 距离租街的骑市有两公里 可以起快递买菜造公交车 七年就找到了 房东在里面加了卫生间洗澡间 房子里面现在是一堆了一点杂物 房东说这两天有人租到就开始收拾 房子面积挺多了 一共有十二间房 这种房子三层 前沿二十平 门前可以停车 后院有八十平 可以种菜 旁边的是邻居家的菜地 就在这里 这个房东说是把这个路弄一下 修一下 车就可以开进去 这边是一派老房子 村民都搬出去了 看房子外观呢 就是独门独厌 三层的 这边是前门呢 前门出来呢 这边就是一个院子 这边院子呢 它之前种的一些花 种的草 被房东清掉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进房 一个客厅 从这边过来呢 就是厨房的 厨房下面是贴着瓷砖的 还有一个农村老的灶在这里 做饭是用燃气罐 或者是用电磁炉 这窗户烹封的 这里呢 就是房东后面 它夹了卫生间 洗澡间 是敦坑的 新夹的在里面 上面是有点吊顶 从这边看一下 这个房子侧门出来 这边就是一个院子 这一条 有八十平 旁边的是竹林 树林 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主路 这一条房东说是重新修上一下 下面的是土的地板 可以做成一个院子 旁边菜地是人家的 你看看上面还有一个小露台啊 是不是挺好的 后门进来以前也是一个造房的 上面还有柜子 这里的 从这边呢也是一个客厅 下面是普洛木的板 要打扫的 房东现在在弄是打扫 好 现在出来 就是往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卧室 卧室呢是普洛木的板 差不多有二十平左右 然后从前面出来 这边就是一个客厅了 客厅采光非常好 它有些柜子啊 这些东西都在里面 现在看到这边就是一个全宴 全宴二十平 现在我们就上二楼 二楼就稍微好一点 这间房你看下面是地板砖的 弄得还蛮清爽 只要打扫打扫都可以 还有一些柜子 墙面上面都没有漏集啊 然后往这里出来 这是一个小阳台 看看 小阳台就是这种长形的 长长的啊 从右手边 这间就大一点 下面是贴了地板的 这边就是一客厅啊 二十五平左右 从露台那边是 早上的太阳可以晒进来 朝东边嘛 你看这间也是一个卧室 就大一点 这个房子是之前 前段时间房东租给一个 在这边干活 租了半年 到期就退掉了 所以他住过有人气 房子就稍微好一点嘛 房子三层的户型 跟二层的户型是一样的 你看看右手边 对 他堆了很多杂物 房子都开始收拾嘛 收拾好的房子 下面是木地板 也可以住 上面也还有呢 你看 这边每一间都是卧室 都挺大的 上面就是楼 楼顶呢 看看楼顶 楼顶你看看这边 旁边就是竹林啊 这边是阳台 在这个露台上面 下面就是南潘江 你看 下面这个江水是蛮清澈的 看看下面 可以钓鱼呢 钓鱼是免费的 这个阳台那些也大一点 这边是一个吸水池 时间长没住人 是要休闪一下 才可以用的 水罐是接通了啊 在这个房顶呢 你看旁边这些树林呢 环境特别好 眼处呢就是期间的时期 只有几公里 看看下面 下面这些都基本上都搬空了 车是可以开进来的 开到这个门口 这个房子长租呢 就是五千五亿年 房东打扫收拾干净 卫生间他也加好了 通水通电